上一场马斯输了20分 作为球队进攻发动机 帕克很清楚 今天要想赢就必须多往篮下冲 法国老乡迪奥来投奔马斯 也是奔着冠军而来 身体是有点发福 不过意识还在 再加上邓肯坐镇内线 马斯开局曾轻松有先 对于雷霆来说 这场对决同样输不起 威斯布鲁克一记高难度三分 吹响了球队的冲锋号 严密防守让十锣投出了三不瞻 威少回身下快攻 帕金斯灌篮引爆整座球场 而这只是好戏的序幕 伊巴卡紧接着现场爆扣胜面 他本场数据最终定格为 11次出手 11次命中 他的26分甚至超过了帕克 和吉诺比利得分之合 在马斯莫杰反扑扩进比分时 布兰特站了出来 第四节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连得16分 为雷霆留住了胜利 将系列赛总比分 翻成了2比2平